2009年,凤姐出现在上海的各个地铁口,逢人就发自己的征婚传单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张征婚传单上,罗列的凤姐对自己人生伴侣的七大要求。 第一,必须是清华北大毕业的高材上,这个要求之后更改为必须是耶鲁哈佛大学毕业。 第二,必须学的是经济学,等能赚钱的专业。 第三,必须有一线城市的户籍。 第四,必须有一到两年的工作经验,不要硬节省,最好是在世界500强公司上班。 第五,是要有国际事业,但不准备移民。 第六,是身高在1米76到1米83之间,脸越帅越好,最好是像刘德华。 第七,是没有结果婚,更不能在外面有孩子。 提出如此高要求的凤姐,又是怎样的人间精品呢? 凤姐本名罗玉凤,1985年9月,出生于重庆市,身高1米46,中专毕业。 当时在上海做收医员,每个月工资2000不到,外貌上也是比较一言难尽,最显眼的就是她的爆雅,可以在人群中异议升回。 但俗话说得好,自信的女人最美,所以凤姐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和龚丽媲美,像什么彬彬紫衣都不被她放在眼里。 正是凭借着这种超乎常人的自信和几位严格的征婚标准,凤姐一夜之间火遍全网。 当时微博刚刚新起,而凤姐第一天入主,微博就喜帖了一百万粉丝。 这个数据在当时已经碾压了很多一线明星了。 关于凤姐的自信,有人说她是为了逃避现实出现的精神问题。 据凤姐本人透露,她七岁时父母就离婚了,之后跟着母亲住到继父家,一直都过着继人离下的生活。 中专毕业后,她却当了老师,但她觉得像自己这样优秀的女人本该灿烂的过一生,就只身来到了上海闯荡,可现实非常残酷。 中专学历的凤姐在这里,四处捧毙,最后只能到一家超市,当收音员。 但收音员一个月就一千来块的公司,和凤姐的理想相去真远,于是就萌生了嫁个好男人的想法。 但不论怎么说,凤姐火了是不争的事实,而作为和服装姐姐齐名的书代网红,她开始尝到了一些成名的甜头。 你喜欢蔡依林吗? 我喜欢蔡依林。 网上好像有人就把你们俩拿来做评论的。 凤姐作为网红鼻祖,在当时拿到了不少商业活动,比如说有车展邀请她去当车模,有整容医院请她帮忙宣传。 凤姐还代言过一款胃药,只不过网友在看完凤姐的广告后纷纷表示, 我本来胃没事,但现在有点反胃,可网红红得快,凉得也快。 为了让自己保持热度,凤姐也开始四处碰瓷,杨幂就不幸成为了她的目标,她先让网友评显她和王蜜水更漂亮,之后又跑到了杨幂的微博骂她是丑八怪,不要出来演戏吓人,让导演们找自己当女主角。 靠着这些雷人之语,凤姐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,不仅接到了广告代言,还上了不少综艺节目,连中国达人秀上都出现了她的身影。 结果她在表演完准备接受采访时,一个黑男子冲上来,向凤姐的头上砸了好几个臭鸡蛋。 凤姐反应也很快,说这是自己的追求者,因为追求不成,所以因爱深恨来报复自己。 之后凤姐自报之前的诊魂是策划好的,她准备进去电影圈,已经有大导演联系过自己了。 不过,现在看来,应该是凤姐自己平衡捏造的。 2011年7月,温州洞车发生脱轨,四十多人因此身亡,举国上下都在为他们哀悼。 这时候,凤姐又跳出来风言风语,说遇难者生前已经见识过自己的美貌,死而无憾了。 记住,大家只把她当成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,甚至,有人确实成了凤姐的粉丝。 但她这一番话,立刻点燃了全国网友的怒火。 微博也被直接封建了三个月,在国内混不下去的凤姐,只好逃到了美国。 我甚至那时候我认为我可以当上美国总统,真的。 十年前,网红鼻祖凤姐在一片骂声中逃到了美国。 离开之前,她在微博上大放厥词,说要嫁给奥巴马和她一起生活,当美国的第一副战。 那么,她成功了吗?她在美国过得怎么样呢? 据说,凤姐到了美国之后,又重操旧业,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门口发起了征婚启事。 而对学弟的要求,也从清华北大变成了耶鲁哈佛。 可惜凤姐这一套没有引起美国人的关注,反而让她一度面临被遣返的风险。 为了生计,她只好到一家修饺店里当打工小妹。 对此,凤姐说,我学历不高,长得不好看,也没有其他技能,只能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。 看来在美国经受过资本主义的毒打后,凤姐总算是认清自己了。 2015年,凤凰新闻邀请凤姐成为签约主笔。 凤姐的第一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美国时的恋爱故事。 据说,她自己一到美国就遇上了很多人类高质量男性。 什么耶鲁哈佛的高财生都想和她谈恋爱。 之后,她又发表了多篇文章,没有曾经的那些豪言壮语,而是一篇篇人生感悟。 比如之前有一位网友问她,自己当服务员的时候,受气了,应该报复回去吗? 凤姐则告诉她,你看网上这么多人骂我,我报复过谁? 这番话,让大家意识到凤姐其实也有闪光点。 一段时间后,凤姐的微博粉丝就突破到了一千万。 但在2020年时,凤姐又因为在微博上发言不当言论,被全网孤立,个人账号更是被永久封禁。 2021年,有人传出凤姐因新冠去世的消息,最后证实是摇眼。 但凤姐表示,这种被人遗忘的感觉很好,很亲近,希望大家就当自己去世了吧。 或许,在经历了这么多世事非非之后,这种平静的生活,才是凤姐所追求的吧。 不知道,你是如何看待凤姐的人生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喜欢的朋友,也别忘了关注点赞转发三连一下,一起了解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。